美国今年8月从阿富汗撤军期间 在首都喀布尔发动无人机袭击 造成10名阿富汗平民丧命 五角大楼星期一表示 经过调查 事故是因为程序失误所引起 并非人为疏忽造成 因此美军不会对任何人采取纪律行动 但是会积极为受害者家属提供援助 美军在8月29号以反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袭击为由 在喀布尔发动空袭 结果导致10名阿富汗平民丧命 其中包括7名孩童 不过美军事后表示 这场空袭没有违反战争法 调查显示是现场指挥官与无人机操作人员 在鉴定和确认轰炸目标时 出现通讯故障以及执行失误 才酿成悲剧 并非由不当行为 人为疏忽或领导不利造成 国防部部长奥斯丁 近期也批准了军方的建议 不会向任何人追究责任 和采取纪律充分 但承诺会检讨和改进行动方式 我们要承诺会检查显示和兵和兵部分 非常嚴重重的危险 五角大樓發言人科比 星期一在記者會上強調 美軍當時在阿富汗正面臨嚴峻威脅 例如13名軍人於8月26日 在喀布爾機場恐襲中丧命 無論如何 美國承諾向受害者家屬提供慰問金和其他援助 另一方面 塔利班以武力重奪政權之後 國際組織立刻切斷了對阿富汗的人道救援 導致貧困的阿富汗人再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不過世界銀行最近宣布 通過阿富汗重建信託基金 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世界糧食計劃署 發放2億8千萬美元 以繞過塔利班政府緩解阿富汗的人道危機 馬新社電視綜合報導 我們有任何其他人無人 都可以觀ening 最近我開冬的 幻想組織 保護 到